你都没给我机会讲就是主持人 来吧来吧 你讲吧你讲 你也来了 就是在我差不多八岁九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妈妈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突然闻到 就是哎怎么客厅这么香 妈妈身体不舒服客厅香了 对 你是谁在做饭 因为我看到我爸爸的身影 就我第一次看到他 哇怎么爸爸开始在弄了 所以平常妈妈做的饭不香 真不香 从那刻开始 我就在他背后一直看着 然后最后一道菜拿出来 我后来知道叫鱼香肉丝 然后在我两年之后 有一次暑假作业 是要给父母准备一个惊喜 然后在这时间里 其实我有几次就跑去我同学家 去练习去学 就是因为这道菜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 我希望我长大 一定要做一个能够照顾人的男孩子 所以就是让我 开始想要有一点责任感 因为鱼香肉丝 我觉得这故事赢了 这故事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教会了自己的 又上升了 又上升了 那我要也要说一个上升的故事 我们投票吧 你不要再说了 我要给你们上升一个故事 我这次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上升一个故事 我们都是故事 讲完了以后 他自己上升了 你是上升完之后的故事是吗 好好想听一下 我妈妈有一次摔倒了 在家里的时候 她摔倒了 你这故事想像模仿 你这有 你这有 这有抄袭嫌疑 我可以说 刚刚我妈不舒服 你妈摔倒了 这可在偷偷笑里面 你马上我就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了 妈妈都摔倒了 别这样子 但我妈妈摔倒了额头肿了 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尝一下什么可以消肿 就煮鸡蛋 温州额头 温州额头 温州额头是什么东西啊 这一道菜 鹅头 我要安利的是白煮鸡蛋 它可以尝肿 温州额头 温州额头 太好笑了 温州额头 额 额头 是他的治理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我记得 我记得敷完额头的鸡蛋是不能吃的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他把那个什么吸掉了粉底 哈哈哈 他把粉底吸掉了 哈哈哈 干啊 我这主持 讲故事不适合我 我肚子好痛啊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